我是谁丢个烟雾弹的 空气净化器 还有很有必要 那么市面上那么多 该怎么选呢 今天我也一口气搞来四台 和大家一起 掰扯掰扯 一款空气净化器到底好不好 主要还是看两个参数 一个是CDR值 一个是CDR值 这里呢也是和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CDR值指的是空镜 提供窃进空气的速率 CDR值越高 净化的效能越高 净化的时间也就越快 CDR值指的是空镜处理甲醛 累积净化总量 CDR值越高 说明使用的除悬材料越好 相对绿心的寿命也越长 这四款空镜 也是我从网上口味比较好的东 挑选出来了 它们无一例外都包含了 除甲醇的功能 这四台空气净化器 分别是4999元的IAM 4099元的352 3799元的阿卡池 和3599元的霍尼威尔 这里为了方便大家 更直弯的对比 我也是做一张表 有需要小伙伴 可以在这里截图保存 本次测试的四台空镜中 CDR值都达到了 目前最高的F4和P4标准 特别是阿卡池 CDR远超国标的F4 P4好几倍 无疑是在参数上获得了冠军 其次是IAM和霍尼威尔 在CDR值的比较上 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 352退出群粮 就更像参数而言 哪款限价比最高 就不用多说了吧 当然光靠参数 并不能说明一切 真金不怕火炼 还是要上实测 所以接下来 我们直接进入测试环节 为了模拟集团环境 这里是进行烟饼测试 准备好相同质量的烟饼 放置在同样的室内环境中 进行点燃 等它每次冲锋燃烧扩散后 再打开我们的空气净化器 来进行烟雾净化 可以看见 每次烟饼充锋点燃之后 咱们的初选检测仪上 PM2.5都达到了夸张的999 直接爆满 每台空镜上的指示灯 都变为了红色 现在我们开始进化 每轮进化一小时的结果 如图所示 就最后的结果上来看 果然还是IAM和阿卡池 略胜一筹 都能在一小时内 将PM2.5占至30以下 进化速率较高 一分价前期分货 破约微转线消显逊色 除全方面呢 为了模拟极端污染环境 我们在纸板上 刷盘某多多20元 买了油漆后 又点燃了烟饼 可以看到 甲醛和PM2.5指数直接爆炸 四大空镜在最高档位下 经过一个半小时持续进化 都能将甲醛进化干净 相比之下 阿卡池的除全效率 还是比较高的 价格之间都差不多 那么进化效果的差距 到底在哪里呢 下面我们注意了解一下 四款空气进化器 都至少拥有两块滤网 最贵的IM除了拥有 两块黑帕滤网之外 还有两块碳魔方 因为CTM值是四款中最高 所以更换滤网的费用就更贵 阿卡池虽然只有两块滤网 但采用的是复合结构 前面是出销滤网 加改良的微银黑帕 过滤除菌 中间是切到蛋白除菌层 和出造活性碳 吸附分解甲醛 最后是光触煤 搭配内部的UV紫外线 分解异味 防止发酸 352这款针对储君方面 黑帕滤网达到H13级 霍尼威尔有两片薄薄的出销滤网 后面的滤网结合了 黑帕滤网加蜂窝碳 手感比较厚实 四款都能吸附甲醛 也能将甲醛分解成无害物质 这样才能有效防止 甲醛二次挥发 但除了阿卡池 是两个进风口 两个出风口以外 IM352霍尼威尔这几款 都是两面进风 值得一提的是 霍尼威尔的舱门 采用了抽屉式结构 需要先拉开再提出滤网 其他动作 莫名有点像钢铁侠2里的 变身环节 阿卡池的进风口和出风口 都是两边结构设计 正反面进风 两侧出风 四重进化 有效拦截空气中的污染物 噪音也是我个人 比较在意的一点 其实大部分对空气形化器 有需求的条件 买回来都是不间断使用 那么事关我们日常修计的噪音 就非常重要 这边也是测试一下 四代空气形化器 在自动模式下 噪音分别怎么样 现在噪音检测 以上显示的数值 是我们的环境噪音 我们把它贴近 每个空气进行测试 其中噪音最低的 就是阿卡池 平均只有45分贝 其次是霍尼威尔和IAM 平均都在46分贝左右 最后是352 平均49分贝 虽然表现不佳 但只要不超过70分贝 基本上就不会影响 咱们的日常休息 目前的四代 在自动模式下 噪音都不算很大 对于我这种边缘患者来说 空气形化器开一整晚 也能睡个好觉了 从外观上看 四代空气都是传统的立柱式 除了霍尼威尔的显评 是在顶部之外 另外三款都显示在正面上方 四代空气显评中 霍尼威尔喜提花里胡哨讲 激光彩色灯虽然好看 但这种用灯条 带着空气质量的显示 就太不严谨了 352的超显单调 上方显示PM2.5 下方显示甲旋值 IAM和阿卡池 包含了温湿度 PM2.5VOC和滤网寿命显示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齐全的 那么本期对于这四款空气的评测 就到这里了 综合来看 对于家里新装修 需要快速出拳的小伙伴来说 阿卡池的双风道和双滤网技术 能够高效出拳 真的很nice 性价比也很高 养宠和家里女娃的家庭 也非常适合 减少过敏运 给宝宝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 我是小于天官 认识分享每个产品使用 我是小于天官 认识分享每个产品使用体验 关注我看 我是小于天官 认识分享每个产品使用体验 看来这楼上也在装修 感觉他们应该也需要一台空气净化器吧